大家好,我是蘇琳 4月份開始就有跟教練去做gym 到現在好像有點成果 有沒有功度,因為之前真的比較肥 我在飲食方面也有學過功夫 但今天我想分享一組運動的卡士 我選了一組運動,有三個動作 我覺得挺有feel,想分享給你們 在運動之前,可以說一下我正在做一件TOP 平時我們做高強度運動和重力訓練 我們穿的TOP 應該要肩膀大一點 最好有一個鋼絲,有一個承托的下坡 就不會那麼容易下垂 還有可以減低運動時大力的壓力 充滿的衝擊 太直接了 而這一件還有一個貼心的設計 就是有三組扣給我們調下位的闊度 調到正確的位置,某程度上會給我們很安全感 好了,一切都攪拌好了,我們現在開始吧 第一個動作,步輸球,推舉變色 準備動作,把球放在貼近小腿的位置 不然待會做的時候就會對腰造成太大的壓力 分析動作,第一下拉到胸部 第二下拉到胸部再托舉 第三下,flip到天花板 完成為之一個完整的動作 一共做八次 它是一個全身性的動作 但主攻就是手臂和Lower Back 第二個動作,在步輸球上做Mountain Quimber 開始的時候,把手垂直放在球上 形成了90度 不能太前傾或向後傾 不然就會對肩膀造成壓力 然後提高膝蓋,把上半身和下半身形成一條直線 調好的位置就可以準備開始了 初學者就30秒 進階級可以維持1分鐘 最後一個動作,在步輸球上做Side Crunch 動作要點,把屁股貼近步輸球 上半身就躺在球上 而下半身,小腿的部分怎樣放都可以 最重要是夠穩定 然後把手放在頭後面 準備好動作 發力的時候呼氣 將上半身向上卷 剛才我做完那種運動 我最喜歡的就是第一個動作 它主攻是Lower Back 其實同時,它也是一個高強度的有氧運動 全身都會消耗到能量 而我轉頭拉完一間花的充電量之後 會再對肌肉進一步的放鬆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對 換了一套睡衣了 現在就是講一下我睡覺前會對皮膚做什麼 首先先換了一套很舒服的睡衣 冰屍感 它是透氣得泥,而且是保暖 就會適合冷氣房間睡覺的時候穿 好,我們繼續外在美的下半部分 平日如果我不懶的話 是會塗身體才睡覺的 那身體液的話 除了香、保濕之外 還有價錢比較低的 那現在我轉了用香薰油 香薰油的話呢 它價錢會偏高 而且睡得可能會少一點 但是它的功效絕對會比身體液好 那另外一個大家擔心的位置 就是怕它太油吸收不了 現在我用的一款香薰油呢 它就出奇吸收得快 而且會比較清爽 那我通常會把它用在全身 那隻腳慢慢塗上來 因為我全身最多橙皮紋 就是屁股這個位置 那我就想塗一些精油 可能去一下屁股 還有令它緊緻 啊,這一款的精華油是緊緻的 我昨天又再去買了一支 那還有一個位置我想要緊緻的 就是手臂這裡 那剛才做運動呢 你也看到我是主要供屁股這個位置 我想它更硬一點 所以呢 我會主要塗多一點的精華油 是屁股 而且會按一個穴位 叫做橫跳穴 這個穴位是可以幫我們的腰 還有腿部去水腫的 下半身去水腫之餘 還可以緊緻屁股 其實它的位置就是... 就是... 我調低一點 OK 那這個橫跳穴 其實就是你屁股最粒這個位 如果想精準一點找到那個位 大概就是你側面這條線 的三寸 就是這裡了 三寸的這個位 也是屁股最粒的這裡 按進去 六秒 再上回來 再按進去 你可以這樣移動一下 那這個動作呢 做八次就可以了 它是可以消水腫 還有可以提囤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 平時你去按摩的時候 按你屁股的這個位 你會感覺到很酸的感覺 而這個穴位呢 如果你按足五分鐘的話 它是會即時的 輕微提囤的效果 那我加上怎樣倒這個香薰油出來 很酸 但我之前不懂得倒 反而你要這樣盯著它 就會會這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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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qui 拿到你想要的份量之後 再搓勻 搓熱它 然後再塗 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我上床的最後一個步驟 我轉了香薰油之後 我發現是比 比茶lotion更好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它的味道比較天然的香 比我茶lotion更容易放鬆身體的肌肉和皮膚 它一共有四款 我這款是素形和消水腫的 按摩的時候也有一個消脂的效果 因為幫我們的脂肪做運動 屁股的位置 我們穿褲和經常坐的話 會有一個黑色的印 其實如果那些位置可以穿著 再多塗一點 刺激肌膚的纖維結構再生 同時可以增加皮膚彈性 還有最後一件就是素形衣 是我第一次接觸這種整件的素形衣 以前我有穿過提團 穿了大概一兩個月 真的有明顯提到上去 我們身體脂肪有三分之一是內臟脂肪 而皮下脂肪是佔三分之二 而且它們是有記憶的 所以是可以用這種素形衣 去掃出一個完美的身形 其實就跟做運動一樣 要有恆心去穿的 整件啦 都是純人手去防制的 是日本製造的 而我會想試這件的原因 因為我背部有些醉肉 然後我想把它撥回來前面 另外就是 我是大食的 你看到它裡面有一個牌扣的 它是剛好穿著你的胃腩 如果你是大食妹的話 真的可以穿一些素形衣 去縮小我們的胃口 因為其實人真的不需要吃那麼多東西 坦白說 它的質地再怎樣透氣和冰爽也好 在澳門這種遲留的天氣 這件我知道是有點辛苦的 不過如果你的工種 在辦公室那裡坐 或者是做銷子 在冷氣之下做事的 你可以試一下這一件 平時你有很多藉口說 沒有時間去運動 很累啊 出口啊 切磷那些 那你不如就試一下 穿這種素形衣吧 把我們身體的脂肪 去歸對的位置 它一定是有記憶的 所以你穿這些素形衣 是可以令到你身形漂亮的 當然你比起運動 它是效果再慢一點 其實運動和素形衣 我覺得都是有恆心去進行這件事 世界上是沒有免費的午餐 你怎麼都要找一個渠道 去把自己的身形變漂亮 記錄完這段時間 我對外在美的保養是怎樣的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其實整條影片 我是跟Body Boy合作的 如果到時你們有興趣 可以去回他們門市 找回他們的專業意見 比如這件素形衣 要怎樣穿 到時他們會幫你切平花 適合你的形狀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